-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指數 小小的反彈大概60點 可是股票呢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昨天對不對 對 昨天指數跌360點 全上市上櫃加起來上漲的股票只有120家 昨天跌停板也不多 大多數的股票都跌 那如果說你在昨天 你在那種很害怕很恐慌的情況之下 你把股票給砍 我相信你今天看到台北股市 你應該暈倒 因為今天上市加上櫃 上漲的股票也夯不當當2000家 如果是中小型股的話 基本上是怎麼樣 全數反彈 今天大概就是殺指數 這個還是一樣爛 還是一樣爛 我就跟你講他就是台北股市的不良品 不是嗎 可是你看喔 我們的加聯益 昨天我們加聯益在台北股市跌360點的時候 他是翻紅的 今天加聯益各位你們看一下 今天加聯益創新高耶 幾乎創新高耶 那以今天的收盤價來講 我們所有買進加聯益的會員 通通都是賺錢的 我們所有買進加聯益的會員 通通都是賺錢的 那台北股市漲這樣 6153加聯益漲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 所以我說昨天啊 我昨天的節目我花了很多的時間跟各位講 昨天的消息裡面是非常非常的絕望 非常非常的絕望 因為 不僅北溪1號2號被炸掉了 對不對 那 你那個俄羅斯重新恢復公器的希望 基本上就破滅了 對不對 再加上聯準會好像公債殖利率 不斷的往上走高 然後我們的央行又昨天又沒事 對不對 講出一個說什麼 可能會資本管制 你知道外資啊 最怕聽到資本管制這四個字 你知道嗎 你講資本管制他就一定跑給你看 所以昨天在各方的利空匯聚之下 台北股市漲一路往下走走走走走 最後跌360點 可是我昨天我在節目上 我講了這麼多的利空之後 我說你從消息面來看 沒有任何一點點的希望 對不對 我昨天是不是講 你從消息面來看 你沒有任何一點點的希望 但是你去看昨天的股價走勢 你去看昨天的股價走勢 不一樣 昨天的股價 如果你昨天有在看盤的話 他從早上 就開始一直有人買 怎麼殺就一直有買盤 一直有買盤 一直有買盤 一直從頭到尾都有買盤在低階 你說當然 早上買的 跟尾盤買的 對不對 早上買的一定賠錢 尾盤買的就賺錢 但是 在昨天那種跌360點 市場上全面恐慌的時候 我問各位 誰在買 誰敢買 散戶還是你 你昨天你是砍掉股票 還是你是買進股票 還是你昨天開始決定要放空 還是你像其他的做多的分析師一樣 我昨天稍微把市場上盤面上 大概叫了出名號分析師的節目 大概都看了一些 而且 我看到有很多那種是 那種萬年做多的老師 你知道嗎 就從來萬年做多的 就是俗稱的這個死多頭 在昨天的節目都在跟你講說 台北股市會跌到哪裡去 我跟你講台北股市 可能還要再跌 一兩個月才會再止跌 然後呢他們的講法都是 今天台北股市會跌 昨天你自己去看多多的節目 除了家衛老師以外 其他的分析師的節目 是不是都跟你講今天會跌 而且都在跟你講說 台北股市會跌到哪裡 有人講說跌到一萬二 有人講說跌到一萬三 有人甚至跟你講說會跌破一萬 昨天不都在講這個 可是昨天家衛老師 就是用操盤的方法 我跟你講 昨天的盤面的消息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絕望 但是誰在買 昨天的股價你有在看盤的話 就是從頭到尾就一直有買盤在接 當然這個買盤 後來被更大的賣壓給壓掉 這個買盤就被壓掉 壓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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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股票又不是做一天的 那重點就是昨天誰敢進去買 所以我說昨天的消息面非常的絕望 但是以家衛老師這麼多年操盤的經驗 在昨天這個點 股價反而會怎麼樣 會出現一個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 家衛老師昨天這裡收最低 你跟我講會物極必反 利空這麼多 我昨天還是給各位看這張圖 危機入市你敢嗎 危機入市你敢嗎 我相信家衛老師昨天節目講完之後 一定是罵聲一片 家衛老師你就是拗啦 你就是拗啦 對不對 拗你就講拗 講這麼多幹嘛 我跟各位講 我再說一次喔 如果我覺得這個盤有問題 對不對 我也會利用反彈 對不對 賣掉 就像我今天早上 我給會員的盤勢看法 我說我們現在不是要收會員 今天台北股是反彈嘛 對不對 最簡單的 最輕鬆的 就是把那些賠很多的股票 一檔一檔幹掉 然後再去追 新的股票 這樣子 我們會員的持股 是不是在今天就換得很漂亮 因為賠大錢的都被砍掉了嘛 對不對 然後換出來的都是那種 喔表現很漂亮的股票 如果我要收會員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做 市場上其他做多的分析師 是不是也都這樣子做 但是我告訴我的會員 我不會這樣子做 因為我沒有必要要收會員 我覺得該是邀請你入場的時候 我會邀請你 我會給你一些 一些動力 比如說推個方案 邀請你入場 但是我們現在的股票 大多數對不對 少數像這個加聯益 還有6533金星科 有沒有 今天早上他是扎扎實實創新高 今天早上金星科是扎扎實實創新高 對不對 少數 還有什麼像3443創意 你看這也不差 對不對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 我突然忘記他的那個代號 3680夾登 你看今天也大早 對不對 這也不差 這些股票剛好分佈在我們尊榮 特匯 普匯 上面 6153 這是普匯的股票 普匯是我們人數最多的 但是股價一樣還是可以這麼強 代表他背後有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其他股票當然也賠啊 宏達店也賠啊 很多股票都賠啊 我最簡單的 我就是把他們一檔一檔幹掉嘛 然後再去換今天強的股票嘛 可是我說這樣子 對我們的會員不是一件好事啊 對我們的會員不是一件好事啊 可能我們的會員砍不下去 對不對 我相信你如果你有跟過分析師的話 你一定會有同樣經驗 你們老師叫你砍 你砍不下去 然後呢 你們老師換了股票之後 然後在嘴巴上 在節目上吹得很大聲 吹得很大力 然後呢 你就打電話去跟服務人員說 老師 這檔股票我沒有跟到 然後服務人員可能還會 酸你一句說 你為什麼不跟 對不對 那還是換對的情況之下 很多的情況是 砍掉股票 對不對 俗稱砍阿呆股嘛 再去追新的 結果新的剛好補跌 然後砍在阿呆股的股票反彈 大多數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就跟我的會員講 我說我寧願 我不要收會員 但是呢 我就是顧著我們會員的股票 我到現在會員的股票 一樣沒有動 我沒有增加新的持股 雖然我很多的股票 我看到他會標 譬如說我之前跟各位講什麼 見機啊 這些股票會標 問題是 我沒有股票可以換過去 對不對 那我寧願先好好的來看會員的股票 等到我們的會員股票反彈到一定的程度 譬如說 像譬如說這一檔股票 金星科 他今天這樣子走 那如果他過不去呢 如果他過不去呢 我可能我會把他賣掉 因為他盤了這個頭對不對 那我賣掉的話 我們會員應該是在成本 成本附近 就是沒有太大的賠 對不對 這樣子把他換掉 或者是說當你股票反彈到 譬如說 我們這樣講 假設 假設 我說假設 假設明天我把創業賣掉 假設我們明天把3680賣掉 他也是已經有出現一段的反彈 然後我覺得反彈不過去 我才會帶他換掉 所以我昨天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在昨天這麼恐慌的情況之下 我在節目上是一直勸你 我說你不能夠在這邊把股票幹掉 我最近也沒有新會員啊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你有資金了 你反而是應該在這裡危機入市啊 隨便也有一小段的反彈行情嘛 對不對 怎麼樣也會有一小段的反彈行情嘛 你說 教育老師那你現在就在等解套 對我現在就在等解套 但是你有活權啊 你可以去做 但是你就是不能把昨天在這邊砍掉嘛 但是你去看昨天市場上的分析師怎麼講 一個講的比一個悲觀 對不對 然後呢放空的講的特別大聲 啊結果咧 結果咧 結果咧 到了昨天晚上 你能想像的到嗎 就像前一天教育老師以為止跌了 我也想不到有人這麼惡劣 對 竟然去把北溪1號2號給炸了 我相信 大家看了很多新聞啊 對不對 大家自己心知肚明啊 誰炸的 誰炸的 俄羅斯嗎 俄羅斯沒事把自己 花了好幾百億件的管子炸掉 炸掉之後 以後還不能靠這個管子來賺錢 俄羅斯嗎 大家都心知肚明誰炸的嘛 只是因為現在沒有證據不能講嘛 你看到歐洲 說要抓幕後黑手對不對 我要清查幕後黑手 你看到歐洲任何一個 什麼執委會啊什麼 你看到他們有講 說是俄羅斯嗎 沒有啊 講說是俄羅斯炸的就烏克蘭而已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以前你只要遇到類似這種事情 歐洲一定講說 哎呀那就俄羅斯啊 那為什麼現在不講 幕後黑手是誰 我昨天就講了嘛 誰得最大的利益 誰當初在劍的時候 反對反對的最嚴重 是不是 所以我說 很多的事情 就是物極必反 在昨天佳偉老師的節目播出的時候 你一定想不到說 怎麼可能會反彈 佳偉老師 你別鬧啊 這裡一定是一路往下灌下去嘛 你有看到止跌的跡象嗎 我就跟各位講股價會說話 很奇怪 我跟你講股價會說話 很奇怪 你永遠 要相信的是這個 昨天我看到的就是奇怪 買盤不斷 結果昨天晚上你就看到這個 你昨天晚上你就看到這個 英國央行反過來 反過來買藏債 這是類似重啟QE啊 他這個動作被人家笑掉大牙 他說你莫名其妙 對不對 你一方面規劃你要 要賣多少債券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一點像是打壓通膨嘛 那一方面你在昨天你又重啟QE 可是他就真的幹了這麼滑稽的事情 想都想不到誰想得到 央行耶 英國的央行耶 那是一堆很專業的人 尤其英國這種老牌子國家 英國央行耶 他幹了這麼滑稽的事情 你信嗎 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我都嚇一跳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我怎麼想我也不相信 英國央行這種老牌子央行 他會幹出這麼滑稽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就發生了 就像嘉惟老師在前一天 我怎麼想我也想不到 有人可以這麼惡劣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去把北溪一號炸掉 但是這就是股市啊 所以我光是在節目上 昨天不斷的阻止你 把股票砍在這個地方 我基本上我就覺得嘉惟老師 至少我禁了一個分析師 該禁的責任 說不說會員我無所謂啊 對不對 結果咧 一減完對不對 英國國債殖利率昨天一天掉10% 英國國債殖利率掉還不打緊 昨天美國一堆聯準會官員一個一個放音啊 我跟你講喔 這個喔 我們還是要持續升息啊 持續升息才能夠把通膨壓下來 結果咧 拍謝 昨天美國兩年期公債殖利率暴跌 這是當日的點狀圖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週五天的圖 暴跌 跌多少 跌4.73% 五年期公債跌更多 跌6.73% 十年期公債也跌很多 跌了6.4% 昨天聯準會官員是一堆在放音喔 結果殖利率大跌 殖利率反跌 你能想像得到嗎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昨天佳慧老師在講節目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知道英國央行 會反過來買國債 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嘛 對不對 就像我講的嘛 英國央行這種老牌的 那孩子的央行怎麼可能會去幹出 這麼滑稽的事情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會做這麼滑稽的事情 誰能相信 誰能想到 但是就在股市昨天 這種全市場 風聲鶴唳 怕得要死的時候 就是出現 這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講的 消息面絕望透頂 但是股價反而可能會怎麼樣 怎麼樣 物極必反 所以我昨天我一直在跟各位講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昨天看到的就是一堆人一直在買 我看到的就是一堆人一直在買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你說指數反彈這麼一點點 68點 當然今天早上又再洗一次啦 開高之後又洗洗 這邊大家以為說 哎呦死定了 趕快賣喔 結果咧 又拉上去 那 接下來你要看的是什麼 接下來你要看的就是 融資都已經這麼低檔還不斷的往下破 那 英國央行說他 不會去限制 有一點像就是 以前那個鮑娥講的啦 無限制的購債 昨天英國央行就是講這句話 因為他要先解決他短期的危機嘛 但是 我的想法是有一點點 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跟美國又不同調了啦 拒絕美國割韭菜啊 拒絕美國割韭菜啊 你真的當歐洲人是傻子啊 對不對 全世界的人 對不對 教育老師三月的時候我就跟各位講 美國 是要割歐洲韭菜對不對 現在全市場的人都知道 美國要割歐洲韭菜 難道歐洲人不知道 你真的覺得他們是呆子嗎 喔美國要割我韭菜 那我趕快回家去 把我脖子洗一洗對不對 然後呢我脖子伸出來給你割韭菜 所以啊 我們先不要講說股市會什麼大漲特漲 我從來我也沒跟各位講股市會大漲特漲 什麼創新高啦 什麼一萬八 一萬九兩萬 我從來沒跟各位講過這種鬼話 我從頭到尾就是跟各位講中期大反彈 只是因為這一次的中期大反彈 在上個這個禮拜的時間 爆發出一些太奇怪的事情 什麼 北溪也可以被炸 這種東西真的是想都想不到 但是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想都沒想到的 英國央行出手買藏債 類似重啟QE 來把空頭做一個反殺的動作 這就是股市啊 所以我說了嘛 接下來我們先不要講說 什麼股市會談到哪裡去 喔什麼背景又爭地 我說過了 我現在全心全意就是雇我們會員的股票 我沒打算什麼 我又什麼賣 看到一檔又去追 除非 我說了嘛 除非像這個 我真的覺得它漲不動了 然後它也在我們的成本附近 我會把它賣掉 去換股票 或者是6153加聯益 對不對 今天快創新高了 如果它明天 奇怪它好像不會創新高了 我們可以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 你懂我意思嗎 我才會去換新的股票 那至於說那些跌很多的股票 我認為 因為我們的股票 都是有Future的股票 我認為他們都是有可以反彈的 那先反彈到滿足點再說 我最討厭的就是 股票跌得稀哩花啦的 對 除非我看到危機 像今年3月3號那時候 不然的話 我還是希望能夠反彈 對不對 就算是虧損的股票 我也希望讓會員能夠少賠一點 盡量能夠回到成本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做一個轉換動作 那當然 maybe 這可能就是 假設啦 這個機率比較低啦 假設這真的就是一個大甩轎 對不對 說不定我們的股票 後來一檔一檔創新高 就像加聯益一樣 也不是不可能啊 加聯益 拜託一下你3天前 你真的是覺得它死掉了吧 結果3天後創新高啊 我的天啊 是不是 股票就是這麼好玩 下一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奇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在今年3月的時候 我跟各位做過這張圖表 我告訴各位通貨膨脹 高通膨未來是常態 我從不認為通貨膨脹能夠回到2%這種水準 太匪夷所思 我還是覺得央行未來會 調高那個通膨的目標 雖然昨天那個布拉德 是嗤之以鼻 我還是覺得 通貨膨脹有三個 一個成本推動 一個需求拉鬥 一個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 現在是美國推動 它是一個長期的 連準會怎麼弄 它只能從需求面 所以你要從根本去做解決 我就跟各位講 你現在看到歐洲人 對不對 政權開始一個一個換 然後生活苦不堪言 代表的是 他們想要解決這個部分 但是 昨天的北溪1號爆炸 等於是滅了他們的這個希望 但是我跟各位講 做事做太絕 你真的以為當歐洲人是笨蛋嗎 現在的言論都是說 反而會凝聚歐洲更 更大的抗俄的那個 俄羅斯的那個蜂巢 你真的以為歐洲人是笨蛋嗎 真的以為歐洲人 不知道幕後黑手是誰嗎 我倒是覺得 很有可能會有另外股力量的崛起 所以我跟各位講 當你來到了這個全市場 都恐慌的時候 反而就是股市 它的可能另外一個行情 我們先不要講行情 反彈 好不好 就從絕望中誕生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